為什麼他們會從業餘賽開始打 然後進入在AHQ裡面呢 我們四支隊伍一直團練 缺一拳兩個啊 第一個世界盃的冠軍 可能會加入到我們GCA 他們聯絡綠的 這場經典 我都懷疑人生啦 你們對OP有什麼印象 他是從哪裡起家的 你們還記得嗎 OP他這支隊伍 他從台灣的城市賽開始打起 在我們2018的時候 他去參加城市賽 右邊有誰 JS 小玲 JS娘子 基本上都是台服前五名的 五個韓國人啊 來挑戰我們的城市賽 JS就是賽星嘛 我記得他是血洗城市賽 根本是不同檔次的 他就是先打城市賽 然後再參加AWC AWC 再來就是參加台灣的夏季聯賽 欸這時候有圖拉耶 STT耶 欸 欸 欸我看到圖拉耶 你們看看以前的天才型選手 也是 打城市賽起家 所以基本上 你們各位 想要 有機會打職業場上 那城市賽都要去參加啊 就像我去參加城市賽 你贏了我 你們是不是 曝光度會比較增加 所以我去打 並沒有不好 我去打 給你們贏的耶 通常沒有世界冠軍隊伍 會來去參加城市賽啊 贏是應該 輸就被人家嘴了 所以不要說 阿班尼 你怎麼都去虐菜 你們要想清楚耶 我是虐菜 我還是故意去給人家虐的 為什麼會有 這是三級風嗎 為什麼會有唯一 然後右邊的名字不是他 沒有啦 以前他叫GAKKI啦 以前我朋友叫GAKI 以後我們就叫他GAKI 哇 你們看他這十分鐘 贏了都快一萬的經濟啊 對面根本是無法喘息的那種 我們那時候其實很慶幸 喔好險OP不能打 台灣聯賽 我們在看他打城市賽 輕輕鬆鬆在虐菜 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們會從業餘賽開始打 然後進駐在AHQ裡面呢 因為 接下來再來打的是 AWC AWC是代表國家的 所以說韓國他們那邊沒有賽區 但是 他們那邊的Galuna 給他們的一個名額是 他們這五個人是有這個名額的 所以 AHQ 就贊助他們 讓他們可以打比賽 然後在台灣裡面做練習 跟 我們當時的季後賽有 ST MS SMG JT 我們四支隊伍一直團練 所以基本上 他們的實力 是相當於職業水準的 目前的教練是這個 這個韓國 這是他們的教練 然後 他們到AWC的時候 就變 RM變主教練 然後 他變副教練 Korea Team 有沒有他們代表的韓國隊伍 AWC世界盃總決賽好不好 我們看我們怎麼被他處理了 我們直接被3比0口頭 我們就放到最後了 實在太慘了 我們那時候團練 我就說過 19場還20場 我們輸了18場 我們只有贏一場而已 我們團練 不知道怎麼檢討 然後 也不知道怎麼贏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世界賽啊 轉到最後 他們總冠軍賽的時候 這場很刺激哦 有來有往哦 第一次的世界賽打到3比3 他們跟泰國隊 我們那時候也在台下看比賽 韓國隊是被壓著打的 OP是被壓著打的哦 哈克 哈克 欸 哈克來了 嘿嘿 Fachy Benny with which watch Yes I today watch Korea Team OK OP Team 反打了啦 這個節奏 哈克力量真的是跟鬼一樣耶 上 我 一拳招 哇靠哦 各位你們有看到嗎 哈哈 一拳兩個啊 哇 哇 幹這個斯科特 當時也是跟鬼一樣的存在啊 夢想之錘啊 Chaser 哈哈哈哈 傳說對決 第一個世界盃的冠軍啊 好不好 哇 這個獎盃我真的沒捧過啊 AWC的啊 剛打完世界盃 我們那時候還在國外吧 因為 他們結束他們會開Party 有四強的隊伍會 會開個Party 就是讓大家去吃東西 你知道 因為我們那時候 劍本上我們是 殘霸在 GCS 龍頭嘛 我們那時候這一team 然後我們那時候聽到什麼 你知道嗎 韓國整支隊伍 可能會加入 到我們GCS裡面 我們GCS 殺了 你知道嗎 韓國OP五個 然後世界冠軍 然後又要來 加入我們台灣賽區 幹 他們臉都綠了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賽區啦 一個比賽舞台 但對我們來說 幹壓力超大 世界冠軍進來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肯定要想辦法 擊敗他們的啊 這時候有兩 兩場關鍵的 我怎麼 不小心把蝙蝠俠弄給 BUFF變強了 這時候是 我們記得 我們打HQ第一次 第一次 撞到的時候 我們就要前面是被他 被他壓著 無情攻 自從這個攻 你知道嗎 他大決直接變霸體 我真是想不透耶 這是我們第一次贏HQ的BALL 我們被6比0 終於要贏一次小分了 要贏一次小分了 我一定要看一下 我要想一下 我一定要看一下這個畫面 對方是世界冠軍喔 我們贏下來喔 哇哦 我們贏世界冠軍 一個小分了 我以前就是這麼高人 好不好 就是在很嚴肅的場合 我們在認真工作 這裡 這個我覺得是GCS打最漂亮 各位你們看到嗎 這場經典 你們看得懂嗎 完全沒打人喔 我們就這樣一路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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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到主堡去耶 各位你們看到嗎 我覺得這個超漂亮的 他們偷吃凱撒 我們一路這樣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這波超漂亮啊 我是在找這波啊 這波真的是跟鬼一樣的操作 一波帶走來不及握手 一波冰而已直接 吹到他主堡 這場真的贏得很漂亮 我們被 押著打喔 他們吃凱撒被我們逮到 然後一路從右邊卡卡卡卡卡卡 卡到主堡去 他們老四傳奇啊 老四 幹掉老三 他們先第一場先遇SNG 然後再來遇閃電黨吧 我們當然很希望 SNG把他們幹掉 你知道我什麼 因為我們真的很怕 我們真的很怕OP打上來 總不可能過五關斬六將吧 他真的就過五關斬六將 這時候我們就轉到 季後賽 我們應該要領先他們的 這是一個分水嶺 各位你知道嗎 這場不知道我怎麼輸耶 贏一萬代凱撒 各位 一根塔而已耶 我們兩個大人都死了 我看一下為什麼 這兩個大人都死了 跳進去 看阿萊直接綁止他 幹 毀滅啊 花一個冠軍夢可以毀掉了 你知道嗎 少拿一個冠軍 幹被反映控爆耶 咬出去 一拳兩個 幹 真的是 毀滅 這個原本贏的局 搞到最後變輸 幹那個 這個整個心情都悶掉 你知道嗎 他畫面有沒有照到我們 我這樣我心情就是一個悶 我在懷疑人生啦 我在皺美了 喔 我怎麼隊友死框 我們怎麼被敲爆了 我我真的覺得 這一場真的是關鍵 如果是我們拿下來的話 氣勢不一樣 基本上我們那時候很辛苦 我們沒有教練的 我們那時候教練是讓NX掛 但是基本上都是我們選手在討論的 所以我們之後的比賽才非常需要一個教練來幫我們 統整我們的BP 不然我們現場 臨時在改的時候 抓不到那個Meta 就是抓不到那個核心 你不是局外人 你沒辦法知道 我們到底哪邊發生了一些問題 東東那時候是我們的領隊 在JT是領隊 他還不是教練 是到Mate Team的時候 我們才叫他去轉教練 因為我們真的是沒有教練 我們打完這個季后賽的時候 我們就意識到 非常需要一個教練 我們跟公司要求說 可不可以從英雄聯盟那邊 調一個教練給我們 我們世界賽才有所謂的一個教練 毀滅啊 血洗GCS探查 各位 老四傳奇 對啊 感覺 2018格沒多久 但也過了三年了 不覺得就是 剛 剛沒多久而已嗎 看到都幾雞皮疙瘩 莉莉在目 你知道嗎 完全就是 你們可能是觀眾 但我是有 我是有在現場的人 完全 那個畫面完全 在我眼睛裡啊 就是有出國比賽 你會跟其他 國外選手感情都變很好 不像現在 都線上賽 你會跟他的選手不熟 竟然他每個賽區 就是最多兩個外援 但是 2018夏季的時候 開放到五個 那 2019的時候 那個規章要調回是兩個外援 所以 被迫他們五個人 整拆開啦 Jack跟 Shan 是在TTC Rush跟那個 Huck是去 HQ 因為他HQ 他就轉戰去泰國了 泰國聯賽 然後 Chaser好像是去一個什麼 一個獅子頭的那個 忘記叫什麼名字 EDOS 沒錯 所以 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他們要是這五個 繼續一直在台灣賽區 我跟你講 到現在搞不好還在打 我記得我們 打台灣聯賽的時候 離冠軍賽有一段時間吧 我 我跟星星還有東東 我們 就去韓國 找Jack跟Shan一起玩 帶我們去吃很多什麼 韓式燒肉啊 然後看觀光景點啊 我那時候還是什麼 魚卵湯 他們的湯都紅紅辣辣 你知道嗎 我就吃完 你知道怎樣嗎 我因為我以前的習慣就吃飽 我就直接躺著睡 起床的時候 你知道怎樣嗎 各位 我直接餵食到桌上 我去韓國四天五天 我三天 完全不能吃東西 然後 上 之後來台灣的時候 我也是幫他 幫他安排住宿啊 帶他出去玩 出去走走 他們韓國呢 好像也沒有在 沒有沒有 基本上沒有在摩托車的 我騎摩托車載他 他直接 嚇到 你現在看起來是很可惜 可以增加賽區的那個熱絡度 可是你當時如果你是台灣 賽區的隊伍幹 你恨死他們了 他們太強了 你知道嗎 他就是來跟你搶台灣冠軍的 但是 你如果論比賽精彩度 還是強度的話 那當然是很好 很有看頭 觀眾很喜歡看 後面那個塔龍 那個 我就沒有在follow到了 我只是想說 OFP 他這個整支隊伍的雛形 從雛形打到 城市賽 城市賽冠軍 總冠軍 然後打到 AWC冠軍 然後 投入到GCS 然後從老式 打到GCS冠軍 然後再從 AIC那邊落敗之後 開始 傳援 各本東西 你會說中文嗎 你會說中文嗎 對呀 你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那我咧 我是台灣人 真的 真的 Hey NO 不是不是 NO NO Huck What are you doing Wi-Fi 不好 Wi-Fi不好 What are you doing 不好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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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need to go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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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麼樣 煩你嗎 你在偷拍我 不然你弄我這樣子 你看到我今天那個髮型很OK嗎 背你的韓國女友幫忙按摩 治療他的胃酸 我以前打比賽前我就是不吃東西 我會喝 喝個利潤奶茶 我也不喝滿牛 我覺得利潤奶茶就是我的提升飲料 打完比賽我才吃東西 我怕我吃東西 搞不好等下打比賽的時候